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鬼灭之人故事中其实有很多的谜团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鬼的谜团 让我最好奇的是 为什么无产没有遇见将蛛变成鬼 另一个是玉石狼在无产时候 为什么他身为鬼却还存活下来的 今天就让我来解说这些谜团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为什么无产没有遇见将蛛变成鬼 黑死牧曾提到 越是强大的件事 他成为鬼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且使用呼吸法的人 需要更多的血液才能变成鬼 从这件事情来看 无产之所以没有将蛛变成鬼 是因为蛛都是最强大的件事 他们的精神还是身体上都是最顶级的 如果让他们变成鬼 可是需要长时间才可以 无产说过 他在将黑死牧变成鬼过后 他就对拥有呼吸法的见识没有兴趣的 总而言之 无产没有把蛛变成鬼 是因为他不感兴趣的 但我个人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 鬼会开始忘记他们身为人类死的记忆 但从上弦之鬼来看 也有部分保有人类死期的记忆 目前知道玉虎没有前世记忆的场景 而黑死牟 铜魔 半天狗 堕鸡 和鸡腹太郎 他们都有人类死期的记忆 以我作识弃了他人类死期的记忆 直到他在死亡的时候才想起人类死期的记忆 更强大的鬼更有机会保留他们的记忆 选择归顺成为鬼的也会保留他们的记忆 所以无论对方是否愿意变成鬼 无产他其实可以轻松将猪变成鬼的 但他选择不这么做 因为越强大的人会更有机会保留他们的记忆 即使无产强迫猪变成鬼 他们成为鬼魄也会继续的狩猎无产 所以他认为与其让猪变成鬼 倒不如自己创造新的鬼更有效 因为三魅族才可以PD一位上限之鬼 一个上限之鬼就可以对三魅族了 玉死狼为什么还存活着 鬼灭之人故事中 所有的鬼都是无产创造的 主公大人知道只要无产死 鬼就会消失了 无产听到要哉这么一说有点惊讶 无产他此时没有同意 要没有否认这个事实 正如主公大人说的那样 无产死了所有的鬼都会消失 但是有幸存到现代世界的鬼 他就是玉死狼和叉叉环 玉死狼和叉叉环是怎么幸存的 玉死狼是由朱氏创造的鬼 而朱氏是由无产创造的鬼 朱氏是后来设法摆脱了 无产的控制和监控 过去玉死狼被承断做患有严重的疾病 他没有机会再活下去的 而照顾他的医生就是朱氏 所以朱氏让他选择 以鬼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还是作为人类而死亡 玉死狼接受朱氏的体育称为鬼 朱氏他是不想像无产那样制造鬼 他会让玉死狼变成鬼 是想要让他活下去 玉死狼是朱氏唯一制造的鬼 而且是花了200年的时间才变成鬼 在最终战叉叉环也变成鬼 他正在传送解药给受伤的驻门 目前还不清楚是朱氏 还是玉死狼将叉叉环变成鬼 但叉叉环是唯一变成鬼的动物 所以朱氏和玉死狼可能创造了 一种可以将动物变成鬼的药物 或者透过其他方法将它变成鬼 玉死狼和其他鬼的区别 朱氏和玉死狼与无产创造的鬼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他们不吃人 但身为鬼的他们 闻到血肉也会勾起他们的欲望的 于是他们从不是很富裕的人那边 买了用作数血的血液 当然的只是不会给本人带来影响的血量 而玉死狼只是需要少量的血就足够了 第二个不同之处 是他们没有受到无产的诅咒 无产的诅咒是一旦其他的鬼说出他的名字 那个说出名字的鬼神也就会被摧毁 朱沙王不小心将鬼武士脱口而出 最终被无产诅咒破坏肉体 有些鬼直到最后都害怕说出无产的名字 这个诅咒也有列外的 黑石魔和异弱作他们能说出无产的名字 但他们都是无产创造的鬼 为什么他们可以说呢? 所以应该是无产可以选择让他们体内是否有诅咒 与其他鬼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 朱沙和玉死狼与其他鬼相似之处是 他们都无法在阳光下走动 他们也可以快速地恢复受伤的地方 也可以使用血鬼术 朱沙的血鬼术有两个技能 它是通过弄伤自己的身体初学来发动 让对手闻到自己的血行为后被换解给迷惑 气味所及范围会无差别影响到自己人 第一个血鬼术是霍雪 是解梦幻之香 闻到气味的人的视野中 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蚊样无法动弹 第二个血鬼术是霍雪 白日的魔香 闻到气味的对象的大脑技能会下降 而无法保守秘密 因为对人体有害 所以人类不能吸入 玉死狼的血鬼术是给控制视线 能靠着遮蔽他人的视线 或是让人看见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可通过符咒发动 也能通过符咒看到其他携带者所看到的东西 甚至给制造视觉假象 我们可以理解 猪狮可以使用血鬼术 是因为他是有无产创造的 但为什么玉死狼也可以使用血鬼术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他有一个事实是 无产他制造比较弱的鬼 是无法使用血鬼术 那么说玉死狼使用血鬼术的秘密 可能在猪狮身上 猪狮能够摆脱无产的诅咒 是因为他通过药物将自己的身体改造 不但脱离了无产的掌控 而且大大的降低了自己对人类血肉的需求 仅仅服用少量人血 却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体能 但是上除了无产之外 其他人是无法增加鬼的数量 而且得到越多无产的血 鬼就变得更强大 而猪狮是通过自己的方法 将玉死狼变成鬼 而这个过程需要两百年的时间 从这个事件可以假设无产的诅咒 与血液中的细胞有关 猪狮说他通过身体改造的方式 消除体内无产的血和细胞 当玉死狼变成鬼时 他体内很有可能只有猪狮的血 没有任何无产的血 也就是说体内没有无产细胞的血的鬼 依然可以催生出新的血鬼术 第二种可能是 猪狮本身是一名医生 他拥有数百年医学知识 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制造一种可以击败无产的药物 所以他可能制造出一种 给一鬼血鬼术的药物 简单言之 猪狮 玉死狼和叉叉还 与其他鬼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身上没有无产的诅咒 这意思说玉死狼和叉叉还 能在无产时候幸存下来 是因为他们会受无产的诅咒 前草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有另一个人帮助鬼杀队打败无产的 没错 是无产在前草将男人变成鬼的人 猪狮带走男人去治疗 男人后来也会复自觉 他也是靠一点点的血就能活下去 他的血鬼术是使用几次 几次是用于固定敌人 在主攻大人的物宅爆炸后 那个血鬼术就固定住无产 而猪狮趁机将鬼变成人类的药物 注入无产体内 如果没有那个男人的血鬼术 最终战也不会开始了 无产因为没有看过这个鬼 所以在尺寸的一瞬间被困在那里 猪狮才有机会将要注入无产体内 现在大家有个问题想问吧 这人后来怎么了 他能够对无产使用血鬼术 而无产不知道这个术的存在 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受到无产的诅咒 这意思说在无产失败后 他有很大机会活下来 他甚至有可能变回正常的人类 以上就是鬼灭之人一部分的谜团 你们认为无产没有将出变成鬼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想法吗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